1979年 伊朗发生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伊斯兰革命 一夕之间 伊朗从亲美派 巴勒为王朝统治的世俗国家 摇身一变 成为西方国家眼中 保守封闭 宗教狂热 恐怖主义温床的神权国家 有人说呢 这一切的这种幻印象 是美国刻意操弄的刻板印象 那学者呢 将这种说法呢 把它追溯到古希腊 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之中 那历史的书里面呢 提到了爱津海城邦的联军 跟波斯大军 这个中间的交战呢 是东方跟西方的永恒斗争 如果有看过三百壮士 应该就理解 当时呢 这个从温泉关到马拉松之一 这种种的战争 包括了这个斯巴达 这所有的一切 其实他讲的就是 在希腊人跟波斯战争中的 其中一环 而当时波斯的统治者 将希腊人视为暴力 而且是分崩离析的少数民族 如果呢 让希腊人他们自由发展 他们只会自我毁灭 而往后的历史呢 也证明波斯人的看法是对的哦 在日后的 波罗本利沙战争之中 希腊与世界几乎毁灭了彼此 而这些城邦们为了寻求 这个解放跟自由 竟然跑到了波斯帝国 去寻求协助 并且乐意交付他们所拥有的自由 这一点呢 让我们知道哦 就是所谓自由民主 是古希腊所传承的精神遗产 这观点非常的不一样 而这类的文化跟历史上的误解 也正是我们对伊朗的误解 而我们将这个眼光呢 继续把它回到 两亿战争爆发之后的伊朗 面对美国断交以及制裁 伊朗陷入了军武耗损 难以补充的困境 尤其是美制武器 所使用的特殊电池 耗材跟炮弹 都没有办法自制 那正当伊朗国防部 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神秘的台湾人 福久 献身于伊朗的国防部大楼 他声称自己有门道 可以引进美制的武器零件 还可以帮他们购买新人 不输美国原装货的台制武器 只要先付一千五百万美金 相当于台并六亿有的定金 就可以了 那伊朗呢 火急地将钱 汇到指定的彰化银行之后 钱被提领通 福久也人间蒸发 从此展开了 长达三十三年 悬而未决的 台英军火诈骗案 战事来得太快 军武零组件大缺货 加上高精密科技的军火 不是今天说 明天就能做的简单玩具 伊朗官方焦急难耐 开始寻求各国黑石帮助 看看能不能江湖救急 那次军火上都知道 只要你提供现货 钱不是问题 他把它付你 也就是说 甚至可以把钱选给你 只要你东西拿到的话 钱都不是问题 所以伊朗上是急需各种装备 1981年6月份 一名黄皮肤的中年男子 搭着巴基斯坦航空班机 抵达了伊朗首都 德黑兰迈克拉巴德机场 炙热的天 丝毫不捡踏 前进的心 大胆的不出机场 叫了辆计程车 这名黄皮肤的男子 比手画脚 用英文夹杂着手语 和司机打交道 靠着司机的帮助 他的目的地 来到了伊朗的国防部前 经过一番交涉 这是伊朗国防部的人 这才明白 面前来做军火生意的救命大神 名叫吴福九 来自台湾 是间江新贸易公司的负责人 平日从事跨国进出口贸易 吴福九更拥有留美的高学历 以吴福九 他的这个背景来看 也不是很单纯的 因为他本身也是中心大学 法力系毕业 然后留美 好像是攻读 什么犯罪学 还是什么等等的 然后在国际之间 有介入军火买卖案 吴福九信誓旦旦 向伊朗声称 自己能有门路 替伊朗国防部 拿到众多美式的武器零件 同时更能弄到 性能不输美国原装货的台制武器 早在1973年 中华民国空军的航发中心 也就是现在国际国造 专门研究航太设备的汉翔公司 就取得了美国的技术授权 以虎安计划为核心 让台湾能自主生产战斗机的相关零件 F5EF战机在台湾 它基本上我们当时 是帮它生产相当多的 这个零附件 甚至还生产 就是飞机上主要的这个结构段 所谓的结构就是机身的结构 在当时伊朗本身也有F5EF战机 而且台湾有使用大量的美系装备 包含像英式飞弹等等 我们那时候中华民国空军的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就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这是40多年前的事情 它从它的龙骨出来 就是我们讲到它的骨的那个主量 大梁 就出来然后开始装这些各种系统 一架飞机的 它的系统件 5万件 你能够把它多装的好 这是哪里哪里 然后它的空气动力中心 还有它的重量的重力中心 跟空气动力中心 你的配比都是完全跟美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有很高的基础含量 那伊朗跟台湾的维度差不多 那几乎是99%可以通用 这个发动机几乎是完全的 连舰就都完全更换 这都是相同的系统舰嘛 身为前空军司令 张延廷也曾飞过F5系列战机 他深刻明白 暂时缺舰无法起飞的交流心情 恰恰无夫就掌握了这样的心理需求 你做生意的时候 你不可能扛了一个厂去 或扛了一个仓库去 你就拿一个东西 当伊朗人看到你拿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确定是他要的 他当然自然而然就会相信你 因为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在平常 国际市场上随随便跑一个商人 就能够拿到的东西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是台湾 你看台湾又在跟美国共同生产F5E跟F5F 美国把相关的系统件 发动机雷达航电设备 还有导航设备 飞超系统 还有飞机的起落架 通通是美国制 然后在台湾组装 台湾组装的技术没有问题嘛 如果要说吴福九是不请自来 伊朗的国防部难道不会怀疑吗 难道是个无脑傻瓜 就这样相信了吗 但关键是吴福九起初抵达 就直接表明 自己的靠山是中华民国的高官 伊朗人应该做一些了解查证 所以说这个人没错啊 这个在台湾是不是非常有DWA 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吴某人不准备啊 但是你看他的好朋友这个不得了啊 确实在那个年代 这名台湾的C型高官 确实拥有巨大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 更在美国人眼中是个咖 很快的吴福九就和伊朗谈妥了交易的各种细节 吴福九强调的现货供应 打动了伊朗国防部的心 双方签立了武器销售密约 首付投款定金1500万美元 后续还有第二笔和第三笔的资金陆续进账 而款项得汇入台北市彰化银行大同分行的账户中 款到即发货 但伊朗政府当然也得买张保险 要求交易的特定账户 得由伊朗指定三名特派员清理台湾 共同开立联合账户 钱一旦进到台湾 得由这三名伊朗人共同前往放款 再把钱转进吴福九的账户 顺便见证吴福九开的公司 一切虚实 现在一千万美金跟以前一千万美金差很多 所以那时候的一千五百万美金 以今天来说的话可能什么 可能超过一亿美金 指定这三个人在我们账户营栏开户 把他们的护照什么都弄得很清楚 那么他们汇款也汇到他们的户头 不是别人 而且要这三个人才可以领 你照理说他们这样应该很安全 他不是光复亲自去做 他是委任一个委任关系 委任他的中央银行 因为中央银行有各方面的人才 尤其金融 所以他会用伊朗中央银行去汇款 当然有深思所力 同年的7月2号 这一千五百万美金 从伊朗中央银行汇入第三地 英国最大商业银行密德兰银行 再透过密德兰辗转电汇台湾 那对于这个一千五百万的 这个美金的汇款 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然他们是 也就他们的专业来注意的 那一个汇款单上的指示 可以说是步步为移 谨慎小心步步为移 可见伊朗官方对这次的军火交易 格外慎重 时间来到7月7号 钱已经进到张银了 英国密德兰银行也清楚备注 三位秘密伊朗特派员 他们的签名 护照号码 以及相关个资 分别是阿克巴哈塔密 法塔西 以及穆罕默德 里萨沙里巴 果然7月30号 这三位伊朗人带着相关证件 由吴福九 还有西姓台湾政府高官的代理人陪同 现身了彰化银行大同分行 共同领款 都只是要贺对他们的护照号码 才付款给这个联合账户 不是费到 不是个人的领款 当时经办的 这两位 一个黄中夫 一个政警会 都非常优秀 而且这个 对外汇都很强的 表现很好来接待这个 因为这个蛮大的一个案子 目前我们一般的一千美金 就很大了 当你说云南一千万美金 他常常查证啊 对不对 不能随便让他来领 开玩笑 台币一千百万也是一样 比方说一千万美金 对不对 当时张营的外汇部 两名资深专员 黄中夫 郑警会 分别仔细检查了三名伊朗人的所有资料 升级记下他们的外观特征 其中一个人身高约180公分以上 另外两位就只有150到160公分高 把护照啦什么都看一遍 然后把它有营印起来 对 然后再给它们开服 当时也牵涉到蒋燕宗 蒋燕宗也是一个蛮关键的蒋燕室的弟弟 蒋燕宗 我想大家都就不要有点压力 而且他到伊朗能够跟他们的国防部长这些 能够见面说大概都是有相当的关系啦 这是我们不能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了 但是我在想没有那么单纯的 这不是半家加久的嘛 一切看似完美顺利的过程中 这场军火交易的背后 高达6亿台币的跨国诈骗 也拉开了离奇曲折对伊索斯的爆炸性市区 感谢观看